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没经过任何打斗就被凶手准确无误的刺中共同脉 简单点说 凶手把师傅的反应也计算在内 这不是一般人都做到的 绝对是专业级别的杀手 而且还是最顶尖的那批 他们杀人不带任何感情 不留任何证据 不会有罪恶感 基地那边 吴简已经等候多时 吴九卓答应让他加入团队 负责案件的收尾工作 而吴简竟然跟李正文有很深的渊源 他当时负责过李正文的案子 现体变态检测 就是他给李正文做的 算起来 他们有三年没见了 李正文经常忘记以前的事 他也知道 要是没忘的话 李正文不可能跟吴九卓坐在一起 吴九卓立刻叫停吴简 看来吴简对他们过去的事 都了无执掌啊 吴简在基地等待的这段时间 古苏克已经在凶器上找到了指纹 是贤语的 而贤语竟然也死了 警方初步判断是自己身亡 可一个即将结婚的人突然自杀 有点说不过去 杀死师傅的胸膝上有他的指纹 而他竟然自杀了 无论怎么看 这件案子都不简单 贤语的女友觉得他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 他非常有责任感 而且他们马上就结婚了 贤语说过他非常开心 还担心自己腿脚不便 在婚礼上给女友丢人 郑太兽只能向他保证会赌上一切找到凶手 给他一个交代 还贤语一个清白 郑太兽记得贤语的腿上装着住行架 他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具体原因女友也不清楚 只是听贤语说 把场发生了枪击事故 问他怎么回事 是谁干的 他也不说 郑太兽记得贤语跟他提过忠硕 看来这一切应该都跟忠硕有关 郑太兽打算自己去找忠硕 伤害师傅的人不是贤语 贤语没有那种实力 他擅长的是枪 有个擅长玩刀的家伙 杀害师傅后 家伙给贤语 甚至还把贤语给装成自杀 郑太兽是这行的专家 谁擅长玩刀他一清二楚 他提醒吴九卓 想要活命的话 最好不要插烧 这次的凶手不是普通人 搞不好会丢了小命 郑太兽把师傅和贤语的死 告诉了一个老头 他想打听忠硕的下落 原来老头是这行的中间人 所有生意都会经过他 从业者的位置 适合接什么任务 他比谁都清楚 而老头却说中间人已经换了 代替老头成为中间人的 是一个叫大金的年轻人 那边 梅艳和吴九卓在勘察现场 从表面上看 没有他杀的痕迹 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不是要搬家 就是要逃跑 家里一个指纹都没有 被清理得这么干净 说明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们在这生活过 或者是被凶手清理过 很快 吴九卓就发现了痕迹 贤语在离死前挣扎过 吴九卓顺着痕迹 发现了一张掉在地上的照片 而照片上的人 竟然是李正文 如果正如正态术所说 是专业杀手干的 那李正文就是杀手的下个目标 灯突然被打开 吴九卓立刻把照片收起来 从现场痕迹来看 贤语确实是他杀 看来正态术的判断没错 而关于照片的事 吴九卓只字为题 停车场的监控录像也分析完了 在贤语遇害前后 有辆车查不到信息 由于分辨率的问题 看不清车里人的长相 只能看到车里有三个人 另一边 李正文正在查看监控 他跟朴雄哲的关系 变得有点微妙 毕竟朴雄哲的大哥想杀他 朴雄哲懒得理他 可没想到 他刚出去没多久 就出现几个人来找李正文麻烦 看来朵光并没有放弃杀他 朴雄哲回来一看 这什么情况 紧平打手被他直接撂倒 看来确实得去问问朴光大哥了 与此同时 朴雄哲找到了大金 他没想到 上次让他去杀李正文的 竟然就是大金 大金被朴雄搞定 按照惯例 先扯误一顿再问 效果比较好 他想知道大金让他去杀李正文 和这次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大金说几周前有个人来找他 那个人对市场行情 和从业者信息都了如指掌 还点名让朴雄哲去做 至于原因 大金也不清楚 被朴雄哲拒绝后 他就找钟硕去做了 关于师父和贤唯的死 大金非常肯定 也是钟硕做的 在这行能把刀玩到 那个程度的 只有钟硕 大金正在受别管此事 只要李正文一死 这件事就结束了 而如果非要插手此事的话 就不要让李正文单独待着 而另一边 朴雄哲正在问朴雄大哥 要杀李正文的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派人去对付李正文 再怎么说 李正文也救过大哥 大哥不能这么恩将仇报啊 而大哥却说 他根本没派人去 对于李正文的事 他已经置身室外了 那刚才来找李正文的 到底是谁 此时 李正文正一个人在楼下 等待朴雄哲 钟硕是正行中 最顶尖的存在 只要有人跟李正文在一起 他绝对会想办法 把人分开 然后神不知 鬼不觉地杀掉李正文 一名男子 朝李正文走来 两人撞在一起 李正文就这样 神不知 鬼不觉地中了一刀 还好朴雄哲 即使发现 把他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中刀的地方 跟肺部偏离了三厘米 否则就救不快来了 吴九卓已经听朴雄哲说了 有人想杀李正文 看凶手用刀的方法 应该不是抖光的人 刀刃是立起来的 而且凶手把刀丢在了现场 上面有朴雄哲的指纹 如果李正文当场死亡的话 朴雄哲就得背锅了 正在时候跟大家坦白 他也接到过杀李正文的任务 是谁想杀李正文 他也不清楚 不过大金应该知道 然而没想到 大金应竟然死了 正在时候接到李正文出事的消息后 就去医院了 早知道当时应该问清楚再走 正在时候知道是谁干的 但那个人很危险 他不希望大家插手 另一面一名男子被人干掉 他就是杀害贤武的凶手 但他失误太多 干这行 失误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正文的事也是这个人干的 接连失误两次 下场只有一个 死 正在时候按照手机上的信息 买了一张彩票 彩票上的数字 代表一个地理位置 忠硕就在这等他 想杀李正文的是谁 忠硕也不知道 他只是接到了大金的委托而已 他约正在寿见面是有目的的 只有把正在寿从李正文身边支走 他才有机会对李正文下手 与此同时 李正文的病房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正在寿早就料到会是这样 他用者就属在病房里 虽然他不是杀手 但他的拳头够硬 一般人承受不了 忠硕听说委托大金的人曾说过 如果正在寿拒绝的话 就把正在寿干掉 而那件事 现在由忠硕负责 师父和贤宇就是因此而死的 当时师父跟贤宇说 在那家伙行动前动手 那家伙指的就是忠硕 师父是为了保护正在寿才死的 贤宇就在现场 但他却被忠硕吓走了 忠硕在动手时 就已经计划好 要把杀师父的罪名 推给贤宇 虽然有点对不起贤宇 但没办法 忠硕的职业就是杀人 正在寿理解不了忠硕的行为 贤宇是跟他们一起长大的弟弟 师父是把他们养大的人 就算再无情 也不能对他们下手 师父曾跟这三兄弟说过一句话 杀人容易 但罪恶感很难对付 该说的都说完了 现在该遵守当初的约定 老死不相往来 如我见面 必须死一个 兄弟之间的对决一触即发 两人都是这行最顶尖的存在 一时半会分不出胜负来 忠硕擅长用刀 正在寿难免会受点伤 但忠硕终究不是正在寿的对手 忠硕一心求死 可正在寿已经不再杀人 他悔悟了 他想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他 忠硕 贤宇 从小一起长大 而师父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 他们是一家人 师父和贤宇已经走了 忠硕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家人 他下不了手 其实忠硕也很痛苦 师父经很洗手 贤宇退出江湖 正在寿改过自新 唯独他还在抽水沟里抽不开身 贤宇曾跟他说过 不是因为遇到那个女人后才变了 而是因为变了 才会遇到那个女人 师父说他活了一辈子 发现站在手上的血糖擦掉 但埋在心里的罪恶感 却挥之不去 朱硕现在才明白 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已经回不了头了 他心一横 死在了正在寿怀里 正在寿悲痛万分 他想起了朴珊珍的话 丈夫是一个好丈夫 是一个好父亲 一辈子都被害过人 不知道凶手为什么杀他 朴珊珍正好出现 他刚去银行办了点事 上次正在寿说 为什么每个月没收到一百万 他今天去银行发现 有人给他开了个账户 每个月都会有一百万入账 他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两年了 账户上也有不少钱 银行一直在给他发取款通知书 但他之前得的地址 是以前的 所以一直没收到 正在寿的心情有点复杂 他不知道该跟朴珊珍说点什么 只能默默地离开这里 他错怪了师父 失去了师父 兄弟们也离他而去 留他一个人孤单地活在世上 那边 李正文终于清醒 他打开手机 另一条语音留言 他让跑对公司找的人有消息了 李正文立刻换上衣服 去找朱正国 朱正国非常小心谨慎 看样子 他正在赌债 钱了不少钱 看到来人是李正文后 他才放下心来 他还记得李正文 李正文曾花钱找他跟踪自己 想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李正文时隔两年才来找他 为的就是那些他记录的资料 当时他看得一清二楚 李正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在他看来 李正文确实是杀人犯 花言动案就是李正文做的 然而没想到 吴九卓就在一旁偷听 好了就说到这吧 坏家伙们第七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登登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